好 回到台湾问凯年底的首都之战 到底是不是如柯文哲现在设定的是一个 庶民跟权贵的战争 在林顺文正式宣布 哇 他当公益市长要捐薪之后 柯文哲的回应是说 哇 他根本不缺那笔钱 到底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市长 可能的参选人该有的一个讲话格局吗 那么他自己这位台大医生 太太也是医生 而医生的家庭在台湾的社会来讲 也算是平民吗 我们就带您看看 哇 他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坐落在新一路二段 紧临东门捷运站 这一栋五年内的新城屋 主打一层一户大格局 是台大医生柯文哲 一整天忙碌之余 最温暖的避风港 不过随着选战家温 林顺文掏出捐薪风向球 这一局柯文哲坚持不跟 因为肩上背的房贷可不轻松 对很有钱的人你知道 他把薪水捐出来是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个薪水的钱 像我这个从二月十七号开始请假 我太太都要跟我吵说那个房贷怎么办的人你知道 所以在我们最后要靠薪水吃完的人你知道 掐指一算 以同一栋正在出售的案件为例 开价九千八百万 扣掉公社室内评数只剩四十坪左右 不过单评售价还是要一百三十万 以投契款三到五千万元为基准 平均贪还二十年 柯P夫妻一个月就要掏出三十万左右的房贷 难怪柯文哲请假拼选战 陈佩奇只能把压力全往身上扛 他说他要离开台大医院 他可能一年都没有工作的收入 那我说我二话不说 我说我帮你扛家计跟家务 我都一间帮你扛起 双薪家庭都不见得复合得了台北市的高房价 身为医师傅部 柯文哲陈佩奇也得为房贷伤脑筋 未来如果真的当选 捐薪做公益这个idea 恐怕还要在乡下 结果向交转台北裁判报道 好 那么烫金地段买的房子 单价一百三十万 这是最新房仲告诉我们 所以在柯医师住的这个一层一户的房子呢 或许大家觉得外观看起来挺舒适的 算不算顶级豪宅 或许还不到 这台北市来讲嘛 但是现在一平开到 这样的一百三十万价位 一户买起来恐怕也要进一元了 所以这是我们柯医师住的房子 这是台北市的平民 大家都住得起进一元的房子吗 我们就带你来看说到底权跟贵 应该怎么去看待他 然后我们来看到权贵的时候 刚刚讲到这个捐薪水的问题 他已经做了回应了嘛 但是权贵的部分呢 昨天连声闻说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出身 如果各位觉得我必须换爸爸才能选 那他实在是办不到啦 那么这个柯文哲怎么说呢 要不是变魔术 你随便讲讲 大家就忘记你是权贵出身吗 好 这样的讲话 我不知道纪委员是觉得说 这个口才很好 柯医师口才真的很不错 还是他讲的就是心里话 因为现在在民调上呈现 大家喜欢听他这样子来讲话吗 他不是庶民 但是他懂得庶民的心 他最近越来越像政治人物 说实在 薪水 我觉得连声闻这一个做法很正确 不管你加分多少 至少我个人看法没有减分 那也不需要为权贵这两个字在那边争辩 没有意义 看你这个权贵正不正派 我打个比方好了 张忠谋很有钱吧 有大公司的董事长 对 你要说权贵也可以啊 他非常影响力又有钱啊 是 影响全世界的了 为人正派啊 对不对 有人讲他不好吗 阿扁以前是三级贫富之子嘛 是不是 对 那你贫民之子 当然有些人是刻苦耐劳嘛 是 可是有些人反而是因为权害怕穷到怕了 反而更爱钱 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我坦白讲今天你权贵 就是说你不要怕人家讲你是权贵 只要说我们形势正派 为人这个跟所有的朋友在一起 就是 我们就是正正当当做人 那你就不用怕人家给你口毛字 人家看的是你能够为台北市民做些什么事情 这比较重要 当然 那当然盛文这段几天以来 我觉得他表现非常的好 尤其台北市需要新的思维 新的创新 我刚刚讲说他讲话也好 或是他的做法 常常会有一些创新的思维 这是 我觉得这是柯文哲这方面比较输的一点 我不是说他什么都输他啦 至少这方面他一定比较强 那你就你的强项来发挥就好 所以 包括你说你家是怎么样 或是说 过去副职辈怎么样 我觉得那并不重要 你连也也 连赞先生 他至少都干了副总统啊 他如果真的那么 那么不好的话 怎么可能干了副总统之前 行政院长 内政部长 交通部长什么都干过呢 换句话说 这个可受公平 今天选的是你嘛 包括等一下我们恐怕会讨论到 所谓太太的问题 那今天我看蔡依山 他也不像其他的光复人 就说哎呀我一定要抢出头 或是说我今天先生要出来抢这个官位 或是要选这个局我一定要什么舍命赔君子 我觉得他们是性情中人 在他立场上他可能并不是那么喜欢 可是他觉得既然先生做这样决定 他觉得不反对 我觉得他这种他这种个性 我说我非常羡慕跟佩服 他有一点点像周美欣的个性 但是说实在他那个笑容 对不起啊哭哭啪 他的笑容比哭哭啪更笑容可举 更笑容可举 所以刚刚讲说 连政部讲说 他捐积水 刚刚我们是能在讲 我说试用到其他的首长 我就不讲谁了 我说我曾经讲过说要捐的人 其实也应该捐一下 所以其实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那照这样的一个tempo下去 照这样 就是说你只要在整个过程当中 说实在的 因为过去是一般民众不是政治人物 你讲错一句话 用十句话补不回来 覆水难说嘛 所以我想在这个九个月当中 出错越少的加分越多 当然出错越少加分越多 那上午联盛文接受广播专访 也点到大家问嘛 最主要对手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怎么说你 捐心的事怎么说你 权贵的事 可联盛文的回应是说 我不要去批评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所以这个市场 这个讲话的格局跟层次 就是就不一样 对就完全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怎么讲 大家希望说 大家对柯P的这样意望 他不像政治人物 他可以这个又经常重炮出局 那感觉上又不像政治人物 讲话这样子 这个讲话这样子 真心话 可是问题是有个关键 国朱 一旦他成为所谓正式的候选人 那么他的大炮要怎么炮仿 为他乱打 一种打到 到处打到人 他觉得你在胡说八道 可是如果他像政治人物一样 讲政客的话 不是可疲 那怎么办 这就是他的困局 所以他怎么样 在他的讲话风格之外 能够讲出一些有建设性的东西 你一旦变成一个所谓台北市长候选人 请问你对台北市有什么大炮型的政策没有 这大家要看的东西 所以我说柯P 我觉得柯P遇到的问题会是说 除了他跟民党的整合之外 他的讲话方式 那他讲话方式涉及到说民众喜爱他的程度 如果他讲话不再像柯P 那对台北他的新鲜感就没有了 那我为什么还在喜欢柯P 他就是一般的政治人物了 那我干嘛要喜欢他 那这样请问一下 他组什么联盟基本上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可能要多思维一下 他如果按照你想的方式跟他组成联盟 他就不叫柯文哲 他就叫民进党的柯文哲 民进党的柯文哲 跟大家所知道的柯P 那是两码事 票还会这么高吗 可能民进党就多做解读 所以说这是民进党自己的困境 那柯文哲缴的民进党 现在的主席苏政昌 都不知道该怎么拍板定 这当然是绿营当中 你必须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柯文哲赏位期会不会很短呢 正式进入短冰箱阶层 会代表的话 那接下来的发展 以前讲过话 通通会被拿来做检验 所以邱宜老师 我们刚刚讲到的时候 您刚才特别帮我们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说 这个柯文哲的家庭 到底是不是所谓他打的 叫做联盛文是权贵 那他是庶民 是这样子的医生家庭的呈现吗 他一生非常顺利 他没有养过父母 因为爸爸把他的退休金 都准备好了 他说他想出家 爸爸说我盖一座庙给你 这孩子多幸福啊 所以当柯文哲 把这个选战的主轴 定位为说 是庶民对抗权贵 而且把他自己呢 就自己牵称 他就是个庶民 而把联盛文指指为权贵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已经像个政客了 一个人啊 不能太过度的去攻击别人 然后过度的去美化自己 柯文哲以他们这个家庭里面 夫妻都是医生 都是主任级的医生 然后柯文哲的家庭 他的父亲 也是博有资产的人 你把自己牵称为庶民 那台北市不是全部都变成穷民了吗 所以柯文哲把自己比喻为庶民 其实是毫无说服力的 这个到最后 可能对自己会有一个 反而对自己有伤害 以柯文哲刚他所住的房子 以他所要交的房贷 证明他所住的房子 虽不能称为豪宅 那也是在台北市中上以上 而且地段在信义路 也是在精华地带 所以柯文哲用权贵来形容连胜文 而把自己牵称为庶民 我觉得真的是代表 他的道德当时有问题的 连胜文他的病人 邵小林也是他病人 可是他很尖酸刻薄的批评过 他的病人连胜文 他也非常尖酸刻薄的 去批评过邵小林 跟看到邵小林 从昏迷中十里逃生的时候 展现笑容的 展现欢迎的胡志强 你不觉得他已经破坏了 所谓医病之间的伦理 所以柯文哲的政客的本质 其实在一次一次 已经曝露出来了 我认为在整个选战开打以后 柯文哲就要面对 一个台北市长实力对实力 硬碰硬的选战 这时候他对台北市政的陌生 他对于整个从政 以及行政经验的陌生 他都必须要面临重大的考验 更重要的是 你批评袁胜文说 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 那你柯文哲 你一样是来自一个白色巨塔 在白色巨塔里面 你没有经历过白色巨塔里面 为人所不知的那一个黑暗面吗 没有收过红包吗 没有在选择到底先救谁 挽救谁的时候 有接受过某些东西吗 没有吗 等到选战一开打 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 所以我认为说 这时候柯文哲 不要把话讲得太满 更重要的是 一旦民进党不提名支持他 那柯文哲就叫做 民进党的柯文哲 那时候你柯文哲 还能够右打蓝左打绿 把自己弄得好像是一个 处于蓝绿之间的独立人士吗 那一旦民进党这时候 有了自己的候选人 你柯文哲成为五党级以后 你还会有这样的支持度吗 你还能够到撑到最后吗 柯文哲讲了一句话 在民进党内部引起了很多的批评 他说他不想加入民进党 可是又没钱 又没人 又没组织 所以又考虑到 要依靠民进党来帮他选举 所以他看上民进党的是什么 所有绿营的朋友 他看上的就是民进党的钱 他看上是民进党的组织 看上是民进党的人 跟票 所以这一种所谓的功利的结合 其实基本上跟柯文哲平常 把自己变高的地位 其实是完全不完合的 不一样的 我们谢谢老师这方面的分析 所以这该怎么看 我们刚刚讲到赏位棋的问题 一旦正式成为参选人 候选人 他代表是谁 是民进党 还是所谓的在野大联盟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背景展现出来 身份 这个接受度 还是现在有高民调支持度 这些观众 这些台北市民会支持到他身上去吗 所以我们刚刚要请教林大卫老师 很大的问题是说 他也是一个 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很好吧 好我们在台北市来讲 也是很好的家庭背景吧 但是呢 他要打权贵跟庶民 这个战争是不是打得太勉强了吧 有点勉强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财运好不好 好财运财运来 这个运盘 你看这里有一个首领数 首领数代表说 我是当领导者的 所以他今天当到一个主任的位置 然后这里呢 13也是一个极强的树 你代表财运横通 这两个都是 姓名的核心 那全部都是吉祥 而且非常有力量 所以这个命盘 代表他基本上蛮富有 那我们从这些数据上面看 他其实本身是 应该是个亿万富翁 大概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对 如果照这样看的话 那所以说 刚刚大家讲到说 这个权贵 权贵之争的问题 那从这命盘上面看 他其实有权贵的本质 有这样的命 这样 就命你来看 那现在的话 就是他竞选遇到的问题 像刚刚这个风波椅 那么多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 因为这个地方是水 就是说要当选 要看这个官位 官位是看这个地方 这是水 这是火 那这两个是相克的 那相克的意思就是说 他比较容易说话太急切 然后讲一些不正确的话 或者说产生一些后遗症 这样 所以他如果 如果说他要选举 要顺利 不要 就是说能够比较 有高的胜算的话 其实他讲的话 应该是 如果照这样看 应该是少攻击对方 反而会比较加分 对 因为他攻击的话 因为这既然是相克 这种攻击人 可能会伤到自己 反噬到自己 对 就像那个武侠 小说说七伤权 七分三十三分 是没错 所以这个就有点那个味道 味道好 就是如果说 就命盘来看 你少攻击人 说不定你的民调会比较高 对 好 那他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这个 我们这个命理分析 可能还得调整一下 要不然的话 一直到下半年 真的要选举的时候 他出的错 好像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 好 那出错 恐怕都是祸从口出 但是他如果 不攻击人 不说一些 不蓝不虑的话 他还是科文者 好 我们待会回来就来看看 其实科文哲也有个贤内著 这位陈佩奇医师 加这个学经历都非常好 也是非常能干的一位女性 那么对于选举的人来讲 夫人牌 蔡依珊 陈佩奇 应该怎么看待 他们的影响力呢 待会回来 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